今天,谢霆锋母亲迪伯拉好友的泰国餐厅开张,她携手老公一起出席。 据迪伯拉透露,这间餐厅是自己介绍给好友,然后引入香港的。 她表示这间餐厅是多年前从谢霆锋去旅游她介绍给我的。 在被问到是否经常有和谢霆锋出去旅行时,迪伯拉表示谢霆锋很忙,没有太多时间,去旅行都是拍照。 迪伯拉还被问到有没有拍谢霆锋的风味节目,她表示自己没有,但是谢炫耀,我留在家里等着他煮给我吃。 由于8月2日是谢霆锋儿子Lukas的生日,有记者问到是否会一起庆祝孙子的生日。 迪伯拉表示会,还表示谢霆锋也会给儿子庆祝。 此外,迪伯拉还称赞两个孙子非常的有礼貌,好乖,有礼貌倒不得了,同他们一起吃饭都好有规矩。 我同霆锋都觉得真是有好好教导,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有家教。 谢霆锋与张伯芝结婚后育有两个儿子,但两人于2012年离婚。 虽然离婚后两个孩子大部分时间由张伯芝照顾,但从谢霆锋妈妈的话中可以得知,谢霆锋仍然有陪孩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